宜兰投城镇在今天因为一场大雨出现了严重的积水 导致港前路路面被泥水淹没了大约10公分 而这些水又再流入了巫石渔港内 正宫所派人将旁边的水利闸门打开 才将这些积水排出 因为受到了东北季风的影响 宜兰从昨天就开始下起了暴雨 造成了罗东 东山 苏澳等多处积淹水 今天一大早民众开始清理家园 其中苏澳镇南兴里更是因为泥水夹夹土石 一起从山区冲刷到住宅区 有的路面还凸起 出现了10公分的断差 宜兰投城镇港前路因为山区五营溪水暴涨 导致港前路面被泥水淹没约10公分 投城重化区到处都是黄泥水 由于一旁就是巫石渔港 旁边湿地先是因强降雨造成水位升高 漫到一旁的港前路上 没多久这些水又再流入港内 正公所联盟派员将水利闸门打开 台铁归山道投城间东线 也因暴雨而积水 水甚至淹没了铁轨 一辆750一次列车 因为淹水过高退回投城站 台铁也紧急应应赶游单线双向通行 而受到东北季风影响 12日宜兰就下起暴雨 造成罗东东山苏澳等多处积水 当中最严重的就是苏澳镇圣湖鹿 及南方澳南新里 民众13号一早忙着整理被水淹没的家园 赶快把东西搬上去 坐在苏澳军人公墓附近的居民家中 无法移动的家具以及冰箱电器损坏严重 即使水已经退去 墙上的水痕仍清晰可见 居民还录下前一晚再加淹水的情形 南方澳南新里也很严重 硬山上的黄泥水夹带大量泥沙 造成水沟盖全被堵住无法排水 还有路面因为这些泥沙卡在道路下 凸起了10公分出现断差 同样有淹水灾情的还有洞山乡 车子一开就有路面积水 连白露丝都把路面当成水田 直接站在道路上 另外五节乡知名的咸州店 在12号淹水当时 还有民众继续吃粥 变成另类的流水席 13号一早店家赶忙清理 居民担心接下来还有台风 就怕又带来暴雨造成灾情 记得张凯婷一栏采访报道